净电视案六月通过上架 当时有个附带条款 是八大股东 如果转移股权就要撤账 今天立委陈娇华指控 说净电视的八大股东 根本就是人头代持股票 甚至他还直接点名 陈泰明坦言已经卖出股权 他还说查金流就知道 我们一般人到银行汇款 只要多一点点银行就会通报了 那几亿元的股权转移 政府会不知情吗 是什么样的情况是 会让明明金管会法务部都知道 股权已经转移 可是有人代持股票之下 结果NCC不知道 而且也没有撤账 如果说陈娇华讲的是假的 政府为什么不告他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 净电视是执政党的电视台 不能撤账吗 施诚哥 想知道就知道 我有个朋友欠银行钱 最近不是退税吗 他说有退税 我有好几万块钱 就一查没退 为什么 银行先把你拿走了 你能退税银行都知道了 更何况是一些金流 对不对 你看我跟你讲 我们政府单位真的很优位 我想让你活你就往上 我想让你死向中间 就死得很凄惨 今天是当时怎么通过的 各位记得吧 那一天有一个反对的确诊 然后就开会 结果这个三比三 后来陈耀祥自己跳下来 说OK没问题就上架了 我想让你上架就上架 我想一下架中天 可能还没有开会 中天就决定要把它撤照 就这么简单 静电是从开始 从培伟那个录音带 到现在有多少问题 多少问题在 他那个附贷条款 现在股东已经转移 正确刚刚讲的没错 转移已经把那个股权转了 那是不是要下架 是不是要下架 你慢慢等吧 慢慢处理 因为要选举了 有选举 有进电视 有这些绿色电视 我刚刚跟这个远一开玩笑 这个刚刚这个赖清德 这个副总统说绿电不足 绿电不足 它是简称 做一种是绿色电视台不足 所以我现在绿色电视台 通通上架 那些中天这个中时监督 监督我们这个执政单位的 全部下架 大家敬声啊 还有刚刚盛风老师说的 还有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那个这个宪兵啊 包括那些军队啊 那个部队成立啊 我刚开玩笑说 我以后 以后啊 这个现场节目不能上了 万一你批评这个政府的话 还没讲完 讲完了之后呢 这个我们 这个摄影棚 门口 对啊 保二总队 已经在门口等了 那个郑先生 李先生 还有费委员 费委员不敢抓 我们两个就先进去了 我说以后不参加现场节目 我没有开玩笑 这种前置舆论的方式 就是用这种方式 请问这个电视台的处理方式 有没有 有没有非常明显的 只要挺我的 我就让他上 什么样都没有关系 实质违法都没有关系 只要是反对我向中天 我就控你的莫须有的罪 你就让你死 就去 就去